欢迎来萧生之,我是齐耀 在今天阿莫扎西就被法庭撤销 调查47项控状 意思是讲阿莫扎西现在是自由身 没有官司禅身 但是这里有一样事情大家要注意 法庭是以释放 但是不代表无罪DNAA的申请去释放它 这跟无罪释放是有差别的 前者如果是DNAA的话 阿莫扎西是有可能在以后 重新被这47项控状重新charge回去的 但是如果是无罪释放的话 就代表以后其实法庭不能再以同样的 这个检控官不能再以同样的罪名charge回他的 所以前者有一点像是 虽然他出去但是有一条线还在谴责他 后者如果是无罪释放的话 就真的是大摇大摆 没有任何的估计这样走出去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阿莫扎西的这一个辩护律师 还在上诉 得到DNAA还不满足 他讲了法庭应该要无罪释放他 这就是他两者之间的区别 但是就算是法庭以DNAA的申请 让阿莫扎西出去 以后可能他会charge他的话 我觉得他留下了很多的疑问 至少是对人民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项事情是我看不懂的 为什么大家要懂的就是呢 阿莫扎西是当时候纳吉时期的副首相 所以我们竟然都现在已经认定说 纳吉是有很多的贪污的这种罪行 安全的罪行被charge进这个监牢里面 那这个阿莫扎西跟这些案件有没有关系 这是其实很让人怀疑的 而且其实阿莫扎西在被charge的这47项控装里面 有一些比方讲 他之前做这个外国签证的这个贪污案中 然后他就被charge 这个当时候是这个副首相 涉及了这个佳银绿叶山庄的40项贪污罪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突然间呢 被撤销掉 我们不明白 或者呢 他面对到33项对这个Ultra Kinara UKSB OK 指他收取了1356万新币贿赂的这个指控 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也是突然间被拿下来 虽然是以后还可以被控 但是拿下来的这个理由是什么 我们在现在为止还没有去得到一个所谓软 同样的他用这个内政部长的这个权限呢 去跟这个中国一战式的服务 延长人家的合约 这样事情也是不符合规矩的 这一些案件当中为什么拿下了 但是没有给出一个所以然 我觉得这是人民想要知道的一个答案 这里的一个难处是讲 我们并不能铁口直断的直接讲说 这就是司法的不公 司法在包庇 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 也不能随便质疑司法的公正性 但是我们也并不能真的是盖着眼睛 我就是讲 司法这样判就代表说阿莫扎西真是没有 没有我们自己心里一定有很多的疑虑 因为毕竟阿莫扎西在之前的时候 哪怕是现在的这些西蒙的领袖也是讲说呢 他很多这种官司缠身 还有很多的这个舞弊案 不能够去干预司法什么 那现在法庭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判决过后呢 我们希望得到的就是有更多这方面的一个解释 哪怕是我们觉得可能法庭的这种条条框框 我们可能听到不是很明白 但是能不能把它简化过后呢 让所有的人民都知道发生怎样的事情 因为如果法庭其实是对这样事情没有太多的这个解释 人民其实心中就会有自己的疑问还有自己的想法 包括说其实阿莫扎西这样子被撤销电控撞 DNA释放过后呢 是不是关系到其实因为他是副首相 还有特权就是这个政治人物呢 在里面包庇他什么 为了要让他稳住巫统留在团结政府里面 我相信这些这样子的一些剧本 这样子的疑虑 不用等到反对党提出来 人民自己心中都会开始发酵了 所以其实如果要断绝掉这样的疑虑 断绝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希望听到有更多更多的解释 就是为什么会处以这样子的一个判决 这样撤销掉就撤销掉呢 很多人会觉得呢 这样事情其实是一个剧本来的 就是打从团结 这个阿莫扎西加入团结政府呢 就已经是注定了他是无罪了 比方讲他们讲说呢 你看阿莫扎西八月初的时候呢 他的主控官被撤换掉 然后八月尾的时候呢 这个总检察长又说呢 他要提前退休 然后到现在就跟你讲他撤销掉 过后呢 虽然是DNA 他以后可以再charge 但是为什么现在都已经传造到第16个证本了 那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 这样事情要突然间把它弄掉 然后就算是可以重新charge过 但是为什么要从头再来呢 为什么就不要让这样事情水落石出 这些事情在所有人的心里 其实都早已 从这个事情一爆发开始 一定是开始发酵 种种的对于司法的不信任 对于这个政府的不信任 就会开始重合 从这里开始而生 而也不用忘记 反对党绝对会用这样事情的 不停的攻击 现在的这一个政府 OK 就讲说他们操纵司法 所以回到我那句 如果要断绝这一切 我们需要听到更多更多的解释 OK 那这个事情我们往后看 阿莫扎西现在被撤销掉 这个空桩 第一个wish他的人 第一个祝贺他的人是谁 是这个前首相纳吉 然后呢 巫统这一边也是马上 全部都在开始庆祝了 讲说呢 感谢这个政府 还这个阿莫扎西清白 没有去摧毁巫统 诸如此类的这个讨论 我这里 我觉得人民有担心的 另一样事情就是 如果阿莫扎西是这样子 OK 他被撤销掉空桩 DNA 那接下来呢 比方讲 林冠英也是官司禅身 慕尤丁也是官司禅身 这样子的一些 政治人物的这个案例 是不是可能有关 在这个政府里面的 就会比较不同的对待 在外面的就会比较 不同的对待 OK 这个事情也是会引起 人民的疑虑的 未必会发生 但是人民肯定会 在以后的时候 比方讲 在一些在野的政党 他们如果被charge的时候呢 马上 人民就觉得这是政治破坏 因为呢 阿莫扎西可能被不同的对待 人民心里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心声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不由得 他们控制 他们一定会这样子去想的 所以 我暂且不讲说呢 这个阿莫扎西这个事情呢 到底是司法这边到底是完全跟着程序 还是不是跟着程序 如果这一边没有真正好好的解答到这些疑问的话 人民对于司法的不信任 还有人民对于政治人物的不信任 会造成往后的很严重的一个 我觉得是对于司法上的一个危机 因为如果司法并不能确定他的这个独立性的话 不管以后他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其实都会引起民怨 而我相信这样事情 如果人民真的是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 其实如果很政治上来讲的对于整个团结政府在柔佛州的补选 也会有很严重的这一个影响 所以走到这一边呢 我是真心希望可以听到有更多 简单有力的一个解释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觉得人民的这个怒气只会越来越往上升 OK 这期想要正式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就尽管以后会这样演变吧 这样事情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